請坐, 請坐 蔡媽, 你這麼早到了? 我幫你忙, 不用… 蔡媽寫一封信給我 說媳婦最近吐得很厲害 又睡不著, 又吃不下 瘦了很多, 叫我出來幫忙 是呀, 我看你鞍威的臉色 不太好 真的嗎? 那我真是走快兩步了 你怎麼了?你沒事吧, 蛋… 沒事吧? 你沒事吧? 來, 先看看 幸好…我撒了很多米糠 我就怕自己會打破蛋 幸好沒有破蛋 你也是, 人都不顧, 去顧蛋 我在鄉下養了幾隻生蛋雞 這麼巧, 最近都暴鬥了 我就只好四周求人, 換了這幾十隻蛋 媳婦抬著兒子 阿財做事這麼辛苦 打算他們補身子 不如我再叫一個星人出來, 好嗎? 阿神… 不行…我有點累, 休息一下就沒事了 行了 你不要去, 我都整晚沒睡覺 你一個人, 踢了腳怎麼搞定 萬一你到時病毒就找鬼服侍你 媳婦, 甚麼神早流流這麼說話 媽, 你禁了嗎? 是呀 你拿進去…自己休息吧 我出來幫阿財手 不要, 婆婆 你一把年紀, 這套東西 都是等我們來的 怎麼了?你現在嫌我老嗎? 我不是這樣意義 不是, 那就行了 那你進去休息吧 你看看你一創新大世 一出去, 阿財每次都要鏡著你 今天還左手左腳, 進去休息吧 是呀, 聽阿媽說吧 我拿點東西去, 你先休息一下 阿媽, 我先拿點東西去 你先去休息吧 多多分鐘, 阿媽, 阿媽, 上來 阿媽, 行嗎? 來, 上來, 這些 好… 阿媽, 再把乾淨碗拿過來 阿媽, 你沒事吧? 媳婦怎麼擺一把掃把在那裡 很容易噎到別人 阿媽, 把掃把一直放在那裡 你小心點 我…我掃回去 我掃回去 然後… 你看他, 這麼大年紀 還要讓兒子在這裡弄點 真是很可憐 是呀, 真的是忤逆 阿媽 行…你回去吧, 我在這裡搞定就行了 是呀, 一個人怎麼搞定 待會兒我在這裡幫忙 是呀, 妹妹趕快吐得很厲害 不想吃東西, 回去照顧她 這裡我打定就行了 那你會碰的嘛 行… 不要 行了… 行了 阿媽, 你沒事吧? 你…你怎麼樣? 快點叫阿妹出來幫忙吧 不用… 讓她休息一下吧 那…去金醫生那裡 來… 金醫生去了潘儀, 昨晚也沒回來 那…不如去其他醫生看吧 是呀… 在這裡椅子 來…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坐… 我坐下來休息一下就行了 沒事的, 你看 小心… 小心… 我拿些藥油給你, 不用… 不用了… 你到底在哪裡不妥呢? 蘭姨, 說起來真的一匹布那麼長 我生了又財務幾天 他爸爸就去了省城打工 那我家人手少, 沒人下田耕田 我唯有頂上自己去做 大冷天時, 那雙腳就整天要浸在水上 現在年紀大了, 腰骨時不時就會呈呈痛 你鬼打前幾天, 我不是去換雞蛋 下雨路線, 我不過醫… 不過醫, 我又扭回腰 那這件事可大可小 不如真的找醫生看看吧 不可以… 不如找醫生看吧 找醫生看病, 她花很多錢 阿財現在賺錢又這麼艱難 媳婦又快要生, 薪紙又不好 留些錢給她們自己用一下吧 找幾天了, 我有空上山 抹點生草藥 自己拿來說就沒事了 沒事的 行不行的 幾十年我都是這樣 你們有心了, 千萬不要告訴阿財 她白天做事做得這麼辛苦 晚上有事照顧家嫂 我不想她再擔心我 財媽, 你真是二十四孝媽 我回來了 回來了? 媽 你弄什麼?這麼縮味 是嗎? 我洗一下她 我來洗她就可以了 媽媽, 不用了, 我有很多衣服要洗 我就瘦了, 待會就洗完她 是吧, 是吧 你們開桌子, 我上海的飯送下來 開桌子… 辛苦你了, 媽媽 吃飯吧 吃飯 怎麼了? 不行, 我一見你蛋又想吐 這樣?那你這裡吃東西的 媽媽, 到底吃什麼?我煮給你 綠豆花 我以為狗大鬼, 沒問題 我上去洗澡了 不行… 請給我幾位 媽媽 我都說我拿點飯下去了 你怎麼用來呢? 吃什麼鬼煩, 阿妹也沒胃口 怎麼了? 好…她說要吃蓮子綠豆沙 我來這隻綠豆沙 不是, 你煮綠豆沙的話 要把蛋放進去 打什麼蛋? 還不夠水 你知道, 這些綠豆很寒涼的 你不放蛋下去大肚子很容易滑開 媽媽, 你別傻了 怎麼了? 剛才你不見銀妹, 看見她的蛋也想吐 你還把蛋放進去 又哥, 這樣她就不好吃了 怎麼不吃? 就是… 你知不知道銀妹自從吐了之後 整天作口作門, 胃口都沒有了 難得她吃綠豆沙, 當然是煮給她吃 不是, 兒子 我們鄉下的規矩就是… 你別說規矩了 這裡是省城, 不是鄉下 規矩是我們定的 我替我替火, 我洗澡 行了 什麼…兒子 別說太多, 看火 不要下蛋了, 我盯緊你的 你放一口大雪咖喱 加起蛋這麼好吃 怎麼看見會吐?真的是… 看到? 我又說不讓她看見這隻蛋 那就沒事了吧 蔡媽,你剛才洗完碗 你休息一會兒,晚點才洗吧 晚點就有晚點的功夫 等待媳婦洗澡又有衣服洗 我手腳慢,做得點就做點吧 是呀,長命功夫長命做,忍著考 我知道了,不做了 蔡媽 你是不是把蛋放在妹妹和爸爸上 你知不知道吃到才吐到,七彩 你為什麼這樣? 是呀,你幹嘛這樣語氣跟婆婆說話 你怎麼會這樣說話? 其實她這樣做是為她好 你想想,拖著孩子去喝綠豆沙 很寒涼的,全靠雞蛋去和回來才行 不…那隻蛋我全磊爛了,看不見 就算看不見也有蛋味 阿妹碰到蛋味也會口味,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了… 你這麼生氣幹嘛?婆婆又不是有心的 我之前說了很多次,叫她一定不要下蛋 她責人家… 臭小子,你還瘋了? 你知不知道你媽媽的生血… 別說了…媽媽 總之剛才以後的事,我就來回 你不要再管了,別說了 休息一下… 阿蔡… 又蘭姨,我兩天沒必疼你了 我沒事吧 我知道,你們是想為我出口 有,但我真的不想阿財擔心我的腰 婆婆,別管家裡的事,別管太多 你不要把衣服拿去 洗衣服,這家東西我最在行 你等著我洗吧 不是…你全身功夫這麼多工作 不好意思,麻煩你了 我洗好了… 你…你的腰怎麼用呢? 那我來吧,我去看 我來…你先看 我…我沒有扶著水喉,我會用腳踩 我家裡洗大件事,也是這樣 沒事吧… 如果你受不了,但是你要開口 行了,謝謝… 你也是的 剛才那句話跟婆婆說話,她會生氣 她明知道你不吃蛋,她還要下蛋 擺明玩針對 她也不知道我不吃,她又不是有心 她說人家會這麼小氣 她套大了,連氣量都大了 當然,不喝了,剛喝了一套水 她說話要去廁所 我和你去 不用了,去廁所要人陪 總之,做女人真是命苦 做女兒時,又好顧著爸爸媽媽 嫁了人之後,又要顧著老公 又要顧著頭家 過了幾年之後 又要顧著兒女兒 像你現在這樣,已經要顧孫了 已經是這樣的了 不過好,妹妹,很疼西洋蔡的 我知道,媳婦對阿財不錯 不過阿財是我生的 她畢竟是外人 怎麼像我疼自己的兒子 會來疼阿財,又是 婆婆,原來你一直當我是外人 不…嫁嫂,我不是這樣的 你給我吃蛋,我也可以當你不知道 我嫁得給泰家,我們是泰家的人 你原來你一直都沒有當我是自己人 不是這樣的,你真的不是… 婆婆… 你沒事吧?你沒事吧? 你… 媽媽,你怎麼不手洗呢? 用腳踏邊乾淨的 我… 行了,妹妹,沒事的… 我剛剛踏到你的腳而已 我…我拿手洗乾淨就行了 我…我會保持的 行了…媽媽會洗乾淨的,別生氣… 我不是說那些衣服不乾淨 我是外婆,根本沒有當我是自己人 是呀,媳婦 不會的… 你沒事吧?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媳婦 媳婦,原本我叫你來幫忙的 誰知道你真是生蟲拐掌靠不住 不是呀…你這個臭小子真是阿黎 那倒是呀,真是早知道 叫外婆過來就好過 妹妹… 你幹什麼… 妹妹,你怎麼吐吃這樣? 不要呀 又吃到什麼? 你跟媽媽煞氣吧 快點扶她去我那裡 好… 老闆… 老闆大愛,恩妹是第一胎 反應大一點,以後就會適應 阿黎,你家裡有沒有生薑 切兩片給恩妹含著 你一會兒拿過來 好…我拿去 謝謝,蘭姨 金醫生 日後的媳婦再吐的話 是不是被生薑含著就可以了? 臨時性作用而已 這樣吧,我打開藥給她吃 讓她吐的時候就會沒那麼辛苦 謝謝… 金醫生,家嫂吐得這麼厲害 你說是不是要煮什麼給她補一下? 煮…還要煮? 要不然你就把蛋弄碎 拌在綠豆沙裡 阿妹會弄成這樣? 什麼蛋? 當然了,明知阿妹看到蛋都吐了 她還要偷偷地把蛋拌在綠豆沙裡 弄得阿妹會弄成這樣 人婦吃綠豆沙裡跟雞蛋一起煮 我要安排的,你媽媽沒做錯? 可以嗎? 來,日光,拿去收藥吧 這樣就好了 謝謝… 怎麼樣? 這藥房還好嗎? 這藥房還好,沒有青蘇魚 這藥應該不難找的 想想吧,你明早去遠一點的藥 不然不是吧 以前的藥院後面有幾棵青竹 可惜它被人砍了 不然新鮮的效果更猛 好…我去找吧 好…謝謝,再見 來 兒子 別看阿妹 阿妹,你別怪我,新鮮 生兒子肯知道兒子生肝 阿蘭姨,麻煩你跟阿財說一聲 我明天早上出去有些事 不然我趕回來煮飯了 你自己腰痛,這件事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知道的 我看你要多休息一點 吃飯了,吃飯了 洗澡菜,現在才回來 當然沒好生意了 說可以了 洗澡菜,看你很累 因爲你不讓妹妹出去店裡幫忙 自己一個人都搞定了 顧著她的身子 謝謝… 對,妹妹現在怎麼樣? 她在廚房煮飯給你吃 煮飯?媽媽呢? 她在廚房煮飯,還沒回來 出… 阿妹,你幹什麼?讓我來 我煮飯給你吃 煮什麼?你去休息,讓我來 你睡屋了一整天 我煮這些有多閒事呢? 男人老狗,我這也叫辛苦? 回來了 對了,蔡大人 好聲 不顧著菜 火粥了… 西洋蔡,你煮飯煮到火粥 人家說風佬火粥 你又燒到外面也有 我們快變成燒豬了 是呀 不要燒太多,街坊,我沒心… 真是幸好街坊,夾手夾腳救火 真是我 阿財,你怎麼變成這樣?出了什麼事? 他煮飯黑暗了,自己幾乎變燒豬了 沒事吧? 沒事… 嫁嫂,我回來晚了一點 你可以幫忙煮飯,她累成這樣 是,你大肚子 也不用繞兩隻手,像大少奶奶一樣 是嗎? 我… 還沒得到東西,本來是我煮的 但她不肯不肯 那你就任由她了 你怎麼做人老婆的? 媽,你吵夠了沒有? 有口罰人,沒什麼罰自己 你怎麼做人老母?我問你 需要你的時候你就輸了 不需要你的時候就趕回來 我…我不是輸了,兒子 我害了白雲山,我會找到這些藥 我需要你的時候,你把這些藥都弄好 我問你 別這樣說 你怎麼這麼樣子跟媽媽說話? 媽,你讓我說 你知道嗎?你媽媽這幾天腰痛 她不讓我說,還忍著痛 就要去幫你們洗衣服、煮飯 還去店裡幫你忙 她半句都不喝了 不是 你怎麼這麼說? 不是,不是 你的腰痛怎麼樣? 我一條腰痛沒什麼大愛兒子 你也是 站住 你腰痛令我跟別人說 也不跟我說 你別當我是你的兒子 不是 還走到山上,還把藥都抓到 不是,你抓到了嗎? 要你治得好 那就多了解一下黑米吧? 我都說不是,難…別吵… 媽媽,你怎麼樣? 閉嘴,臭小弟 你…你先坐下吧 媽媽,你知不知道 你媽媽不肯不肯去看醫生 就是為了一塊錢 走去山那裡 寧願撿起山腿又淋了 那筆子多疼你,你還在怪他? 生有差事我的生命 低人快 媽媽,上了年比,又做了那麼多 你知道嗎?她腰椎勞損很嚴重 我知道,保德堅 她腰椎勞損你去看 她真的在山上 摘了山腿的草蠟子 不是很難藥 你媽媽這麼疼你 你也是這樣對她 雙腿,這些不是用來敷腰的 是青竹魚 你看看 你去白雲山就是為了妹妹的藥嗎 是呀,我昨晚見你 你撲來撲去都說找不到青竹魚 那我就打算去白雲山找個青竹林 你怎麼知道我又不認得路 找了很久才找到青竹林 人老倫盡,手腳慢 那我就遲了回來煮飯了 婆婆 其實你不用端情走到白雲山找藥 新人湯已經去那些藥店了 傻丫頭 媽媽 阿甘醫生不是說過的 新鮮的青竹魚才有效的 我想白雲山這麼大 一定有青竹林 真是竹竹給我找一對青竹魚 婆婆,你走 你走 我沒事,劈竹的時候嚇壞了 新鮮 這些叫加油一老,如有一寶 好,謝謝媽,你一定要治好媽媽的腰 傻小子,你不要劉蘭金醫生 是舊患的,都幾十年了 我幾十歲的人 腰不好有甚麼傷肝,對嗎 只要你和家嫂平平安安 家嫂肚子裡的孩子平平安安 媽媽就安心了 媽媽,對不起 男人大丈夫,不准哭 阿香,你怎麼搞的? 鹽不用錢?這麼重手? 不…阿香這家煮菜今時不和往日 她已經是當正哨子來煮的 不是,我一向都是這樣煮的 你…你還打開嘴巴嗎? 我以前吃過… 我就聽了 算了…畢竟她都是小女孩 你想她煮滿漢全席給我們吃 媽媽… 媽媽… 什麼事? 婷子,剛才炳哥打電話回來 他說過幾天有幾個很重要的朋友 來廣州 他自己又無法回來了 他說要你要好好招待他 行了,到時你帶他去酒樓 想吃什麼什麼就行了 不是呀,八姑 炳哥交謊話 這位朋友很喜歡吃東西的 雖然…但又很挑剔 他說廣州的酒樓菜 他不想吃了 他叫你搞有特色的菜招呼他 特色? 是呀 炳哥真是考慮我 去哪裡找特色東西給他吃 要不是叫他來我們家吃一份 你瘋了 你也說阿香煮得不好吃 還請他回來吃 不只失禮是炳哥而已 當然不是請他吃阿香煮的哨子 而是像有錢人一樣 專門找些技藝很高的家寵 一有貴賓來就設施宴招待他 八姑,堅少這個主意想得過 是呀 那豈不是要花很多錢嗎? 姐夫今時今日的身家在意這些事嗎 若然他連家廚也沒有 只會被人笑掉牙 哪有符合他的身分 這倒是 如果我們真的請了一個聰明的家廚 這樣才顯得我們家裡有錢有身分 最重要的是我們以後就不用再吃草 就這樣 這個任務交給你們 快點找,愈快愈好 放心 我叫你找個徐師而已 整個廣州這麼大,你居然找不到一個 八姑,隨便找一個很容易 不過炳哥這群朋友吃東西很囂張 快點幫我找,阿堅就不用指望了 阿堅,你又在這裡把自己的弟弟看下 鳳凰當雞了嗎? 你回來了嗎? 阿堅,我叫你找徐師 不是叫你找個算命佬回來嗎? 什麼算命佬? 好,我隆重介紹,站在我身邊的這位 就是宮廷御柱樓炮長,掌聲歡迎 實機 宮廷御柱是什麼樣子? 堅少華,你不是開玩笑吧? 宮廷御柱的廚師你也能提出來嗎?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炮長的職位在宮廷裡是不低的 相當於現在我們酒樓的徐師 徐師長是不是?總之很厲害 總之就… 你不是留意嗎? 天少爺,既然人家也不相信我 我看就算了 請我的人大把… 請劉袍長請劉部 家子,知道我多辛苦才請到劉袍長嗎? 宮廷御柱是幹什麼? 人家當年是替皇帝和慈禧太后煮菜 是要開工的 宮廷御柱… 你給我們收工 那你請他回來,你先給他多少錢? 他被我真誠打動了 所以收得很便宜 一個月只需要五十萬 收三個月的訂金就可以開工了 五十萬還要給三個月的訂金? 你知不知道我們在酒樓的話 一天吃的都不能吃掉這麼多錢 現在五十萬你就可以吃慈禧吃的菜 你做慈禧的是不是抖得爛了 今天又有道理… 不好意思,林校長 你又怪我怪我便失禧,眼睛不吃大衣 你…你幫我自己 通常煮甚麼菜都給你吃多的 那這樣就多了 蒸紅蔣、蒸羊膏、蒸肉尾巴、蒸元甲 燒雞、燒鴨、燒鵝 包心刺肚、羊羊泥 說得好厲害 蒸羊膏、蒸羊,你可不可以 露幾手給我們嗎? 你要我露手嗎? 是… 我…不如露手,刀髮給你看看 鼓掌 收起來,收起來 好厲害 我這麼大女兒 都沒見過有這麼好手勢的人 現在看見了,鬼虎神功刀下生風 我這個刀髮是不輕易露出來的 除了露佛爺,今天真是破例了 難怪你了… 刀髮就很厲害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露兩手給我們看看 八姑,不是說我易露賣露 沒有,現在請我的人排隊 我向來只有我選人 從來不會有人選我 你既然不相信,那就算了 告辭 露袍長 我姐姐小女兒不認識世界 你不要跟她計較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姐姐 人家已經破了界當眾指示刀工 你還要難找人家煮菜也有 不好意思,魚柱,人家真的很想嘗嘗味道 既然如此,阿香,你就馬上帶她去廚房 看看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就告訴我 魚柱,這邊呢? 麻煩你了 炳哥,你放心吧 阿堅,幫你請了一個宮女頭的魚柱 來招呼你的客人 我試過的樓店 是呀,沒事的都給我 阿堅… 快點去廚房看看 阿堅哥,就這樣吧,放心… 什麼事?這麼急 那個樓袍長嫌我們廚房垃圾 什麼?他要多高級的廚房 不…我先去看看 如果他不做,我真的踢了腳 八姑,你看看你的廚房 阿堅哥,亂七八糟,比我還蠱蠱 我在這裡煮魚菜 今天侮辱了我的廚藝 樓袍長,既然你來了 那就將就一下吧 好… 將就一下… 你先煮一頓,等客人走了之後 我另外建一間靚廚房 我等你煮,行了吧? 好…我就將就一下 不過我有一個規矩的博 如果是我做菜的時候 我身邊是沒有任何外人的 其他人想煮飯的時候怎麼辦? 是呀,畢竟是公共廚房 將就一下吧 老婆,我們也有交租的 老婆,說明廚房是大家共用的 少吃一頓也不會餓你 最多我出來請吃文餐麵,行嗎? 我建好廚房,這個廚房任用 快點走吧…別妨礙 好…萬事俱備,立即再煮幾道 慢著…我還有其他規矩 要你們一個二個學會了 我才可以開始的 現在我的工程中 我已經無故建立了 穿著衣衛生物 我要招了 我いい難以為 勢的位置 我沒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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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開什麼眼界, 你知道我老公 現在認識的人都是非富則貴的人 他們說吃酒樓的東西吃得太多 請一些宮中的魚廁煮給他們吃 讓他們嘗嘗 嘗嘗吧 你們一個月穿成這樣幹什麼? 娘娘吉祥… 八姑, 你請個魚廁煮這麼多事 現在政府提倡新生活運動 恩絕招惹是非 他們只是玩玩而已, 平身… 爹 快起來 御廚, 我麻煩你了 我請你回來是做家廚 不是請你做大總管 麻煩你想想煮什麼菜出來比好 劉炮長, 你是我找回來的 別搞得我下不了台才行 劉炮長, 我看還是到此為止好了 你還是趕快寫個食材單給我們 我們要提前準備的 是呀…客人明天就到了 想好它吧 好, 你們借欣 借欣 好… 好了…不要玩… 走… 走, 走, 走 不玩 這個劉炮長真是絕世高手 想當他的助手 也搞得我半條人命 是呀…真的很累 一天都是你, 請個劉炮長回來 只是動口不動手 就是那天表演過刀工厲害之後 就什麼都沒做過 我懷疑他也不明是欺騙我們的訂金 怎麼騙你訂金?人家是御廚 這麼輕易出手的嗎? 你以為豬肉佬嗎?不斷刮… 是呀, 伯姑 伯姑 怎麼樣… 這就是劉炮長開的食材單 那你就按照他開的食材單 去準備賣吧 問題現在沒辦法準備, 你看看吧 你不準備好嗎? 你最喜歡的 我跟我們說不定 你不想擁有什麼人 我這個給你 這就是劉炮長的 劉炮長開的食材單 你不想做不定 我已經抓到你 我不想做不定 你不會想做不定 那還說不定 我會想做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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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稟哥,你的朋友來了 三文貴合道,有心意… 聽譚老闆說 你們請了前宮廷御柱 招待我們,是嗎? 是呀,這個御柱很厲害 到時候你們就知道了 有這個皇家成宴,我真的等不及了 輕鬆,流口水 是呀,那樓上請… 請… 請… 好,請… 好,請… 好,慢慢來 好,請 有些鹽寶油,我千萬不要出什麼差錯 我沒辦法,我沒辦法 魚雞鴨 袍長,我們的食材只有這麼多 但你不能夠一樣菜也不炒 那就是明天耍我們 我一直都跟你們說,要按規矩做 你看,你自己看,搞到斷七八糟 我的森蓉在哪裡?我的駝鋒在哪裡? 你要的東西,廣州都不能賣 你要我們去哪裡找? 是呀,不能賣嘛 我不管你們,一定要按規矩扮 他一樣也不行 劉袍長,別鬧了,看菜煮菜 那些客人正在等著 怎麼搞的?什麼時候了? 一個菜都還沒上 對了,八姑,你看對了 劉袍長現在一個菜都沒煮 你說怎麼辦? 八姑,他的食材脫了很多樣子 叫我怎麼煮? 脫了多少樣子? 七八樣子,你這個人這麼笨 找不齊的東西,你就去大酒樓找嗎? 又是個辦法 是呀 那你馬上跟華慕容拿一張單去 他的大酒樓就說丙哥交代 有什麼就拿什麼 他多少錢拿貨,你給他十倍價錢 這麼重手? 御柱,你還有什麼規矩,還有什麼交代 對,說完,一次過說完 我…我想一想… 想一想… 別說我不說你 如果我買齊的材料回來 你也煮不到餐,送出來給我們吃 你知道丙哥那份人是什麼人了 如果你得罪他,用了你也有份 可能劉袍長來的時間短 他不認識丙哥那份人 時間短了,他可能會知道的 說這麼多幹什麼?快找材料吧 走… 等等… 老闆哥,我錯了,你放過我了 我不是不想做,我是不懂做 什麼?你不會煮菜嗎? 不如煮,你別玩了 你這麼厲害,你怎麼不會煮菜 老闆哥,老闆告訴你 公中有公中的規矩 每個人都是負責一道工作 我就是負責吃菜 我剩下的東西,我真的不懂 你… 原來是這樣 又說這件不行,又說那件不行 又叫我們扮太監,扮工女 原來你媽媽也不懂 想逼他們解僱你,想吞定金,是不是 是 你是騙子,阿堅,去報警 不要 家醜不可愛羊 這件東西讓我出去 只會丟臉架架 是啊,家醜不可愛羊 其實那份訂金,我都沒有全部拿 我分了一半,那件事… 不…你說話可以亂吃 你不能亂說的,你真是… 錢真萬確,白哥哥 他請我回來的時候已經浸好了 無論我拿多少錢也好 要替他分帳 現在不是分帳的問題 大家說話齊了,騙姐姐 你應該欺騙我 阿堅 你來吧,這樣來騙姐姐 打開你笑話 姐姐,我真的不知道她不懂得煮菜 對不起,阿樂 是我退錢給你們了 見過鬼我都怕了 以後我不會再騙人了 你退錢給我,有用嗎? 現在的客人在上面等著 你叫我拿給你給人吃 我來騙姐姐 老公,反正材料都準備好了 不如讓我嘗嘗吧,你… 你煮的豬燒我們也不吃了 拿去給客人吃也有 算了,我還是隨口說說而已 我看這樣也行 就叫阿鄉來煮 否則上的客人什麼都吃不到 炳哥知道是不得了的 那倒是吧,死了就當不滿意了 那你趕快煮吧 如前,麻煩你,切好你的東西 做下手吧,快點 這塊… 你這個頭什麼?切菜呢?如前 請… 菜齊了… 來… 請… 不好意思… 要你們等了那麼久 這些就是我們家廚煮的菜 不知道合不合你們口味 如果不合的話 去大酒樓再請你們吃 這個… 打三圓訂好位置 一看這刀工就知道是高手做的 品相雖然是一般般 但現在私房菜講究是吃得健康 來…大家起碼,一起來嘗嘗 對… 一起來嘗嘗 阿堅 快點要去酒樓訂定位置也行 伯母,我跟你說 你這個家廚真是不得了 是好得不得了,還是差得不得了? 當然是好得不得了 你知不知道我們為什麼不喜歡 酒樓的出禁? 就因為酒樓的加工程序 太過複雜繁索了 把食材原先的真味、鮮味全部蓋上 而這個家廚就不同了 他懂得做菜的最高境界 他是用好的材料 用最簡單的手法做出來 原汁原味 有了 用不著說,你以為是街邊的廚房佬 是我們用五十萬一個月請回來 當年替皇帝煮菜的御廚 我們可不可以見見他? 是呀… 見? 是呀… 八姑娘,那個廚房佬 趁我念不住那時候逃跑了 逃跑? 一天追隨都是你了 現在不得了破壞了 不好意思 其實這頓菜不是什麼御廚煮的 是我們的家廚,阿香妹仔煮的 其實這些菜全都是御廚切的 我只不過叫了街坊幫忙 不是吧,我一個人都做,還不知道 是呀 八姑,你看看,御廚的切菜 小妹仔的炒菜 看來你代客之道,真是如種不同 加上阿嬤又這麼誠實 你們真是有口福 有口福… 你們喜歡吃就多吃點吧 隨便吃,多吃點 是呀… 那個臭骨 那個臭骨,我告訴你 忽然一個月沒有零用錢 做一個月家務 我此生替自己孔 才下酋 不然有大人 就是我 歡迎大家 也… rikt 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